县政府为了宣扬父爱伟大 肯定父亲对家庭社会的贡献 8月3号在金湖饭店办理 今年父亲节的表扬大会 大家主委 请减值家至今至少 最后会对姜婷及姆女 由时获出主委魔王 好我们比一个张维钦国大国亲 赞! 二女一戏耶 哈哈哈哈 你那个弟弟会打主席 哎 来 祝贺我们今天获得殊荣的 我们的文化主亲 以及新好爸爸 以及收入我们各位亲爱的乡亲父郎 特别感谢我们鲁湘政兰 特别今天也来跟各位祝贺 来我们大脚政的主席 以及我们陈玉珍 我们的农主任 特别来 各位我们文化主亲 还有我们新好爸爸 如你们的努力 我想不管在村里设计 金人 不同的环境 我相信 你们的表现 让你们所有不管在家里 或者是在设计里面 看到你们对金人的付出跟动性 或者是在市场呢 我想也特别感谢 我们所有在座的各位爸爸 还有我们新好爸爸 开幕的时候 请来金鼎国校扯铃队 县长陈福海 致辞的时候表示 家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父亲是家庭中重要的一员 不但是家庭的栋梁 更是孩子坚实的后盾 做个农主 到沙子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